一望无际的蓝天白玉 我们也看到有山 有海 有大地 其实代表的 天地人日月星 为什么都是山 其实在佛法里面当中 也是代表身口意了 相对的我们要跳脱 梦中梦是欲界色界无色界 所以这个是我们 透过一句阿弥陀佛山根仆贝 所以南无阿弥陀佛是一个种词 圣陀罗尼种词 我们知道宇宙 所存在的 真正的大宽广当中 我们就可以回到至深 所以我们会有视线 跟我们中土非常有缘的 叫做谁 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叫做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十九个字 也是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所以呢 这八个字当中 都是要让我们真正 你要有正心正念相信 随心而埋怨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一切贤陀罗尼 就是要 从我们过去 未来 现在 一切能够入到至深 也只有人类 所以我们在台湾 太平洋 台东有名佛师 才会有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 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他含色了 不管是从我们的 天台 或者是华业 或者是净土 甚至我们所谓的 唐密 这个密音 了正修罗 一 所以这些 的八万四千法 佛的慈悲 透过实证之后 了解到呢 所有的一切 佛法里面 所要讲究的 就是在于我们 一定要有肉体了 所以我们 透过 所有的 妙法 所以这些 妙法 我们有一本在 佛教界 非常有名的 叫做 妙法 莲华经 所以我们 假设有看过 这一本经典的 你会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们说 富贵在华眼 开悟在嫩眼睛 成佛在法法经 所以这些 都是从我们 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实证 实际的领悟 也因为只有人 才能够将我们 更生成的 这个 染色体的基因 透过我们 从无始节来 当中遗产的DNA 再透过我们 所谓的 由每个当下 刹那 由DNA 来串联 所以作为性的 一个使者 相信的性 所以我们如何 回到自身的 本性 本性 也就是要有 这个种识 所以为什么 透过在全世界 看到这个 观圣帝君 就是代表 好像是正义 正义的 一位使者也好 或者是我们 在佛教当中 叫做切兰菩萨 其实这段的历史故事 我们可以深入了解 他的师父 就是说 在禅定的师父 就是我们的 自责 大师自恺 所以从这个 生命里面 我们好好的 有的 这个佛教的 佛陀的七重弟子 来到台东 有名佛寺 有的特别感受到的 对这个切兰菩萨 特别的感深 深层的感受到的 有的对 委托菩萨 有的对我们 大门一进来的 米勒佛 未来佛 以及我们的 佛母整体 还有我们的 要师佛 我们的 大愿地藏王菩萨 甚至于我们的 安安 还有 加设尊者 到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导师 那么本师是 也就是乔达摩 所以我们这一连串 我们都可以看到 种种在转换成 无量光 无量寿的 软灯 代表是 所有的万佛 全部都亮了 所以这个 为什么特斯拉 我们也看到 这整个历史当中 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点亮 每一个人的 新灯 所以在芝加哥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所以我们假设 点亮万佛之灯 也是代表 燃灯佛 当初受证 未来佛 本师是将摩宁佛 就是到尽了 未来2567年 由冬土再次的 生生不息 也就是如同 我们人类的 这一道曙光 本地风光 本具足了 所以我们也期盼 透过今日 我们用我们 比较通俗的语言 就是说 梦中梦 我们梦觉醒了之后 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到 现在的人连做梦 事都无法来控制自己的 所以我们如何从自身 再次深入的去找回 自己从无始节来的 这个真我 真如 所以入一真法界 才能够真正的了解 真如 所以这个都是要透过 我们只要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自然就进入 进入之后 不管你所修行的 从这个基督里面 所谈起的这个大凡天 他化之在天 还是我们在 佛法里面当中的 所有的八万十千法里面 其实到后来 真正的就是要让我们 了解到 所谓的真如 假设我们用 通俗的就是大碍 就是平等了 所以这个宇宙当中 你要平等就是没有我 没有法 所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 真正了解到呢 法身遍满虚空 也就是你能够真正的入行 所以我们有一本非常棒的 梵王经 就是如舍纳佛 如舍纳佛 是佛的另外一个 报身佛所说的 所以我们从佛法里面当中 更深入了解 每一本经典 都有它深入深入的含义 我们假设用一般人 所谓为通俗了解的 就是什么 不落俗套的故事公安了 也期盼我们今日 真正的进入到 与俊拿摩阿弥陀佛 可以从宇宙当中 从我们现在人类所害怕的 生老病时下手 从疾病入手 找回至生 就像一个火灾的现场当中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就像一个火灾现场 哪一个口能够出 救出我们的身口印 这个肉体 这就是你的法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 大树法则统一的 就是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你真正的深入之后 是三根仆贝 深深海底星 高高山顶力 就会乐福之后 病得安乐 快使以提高 见就先走 对